回到第三場賽事,四班12米,這組是第二組 重化碼,有5號的勇冠多,8號的特省和11號超霸無敵 狀態好,有5隻,3、4、5和一對大號碼,11、12 看看8號11,8號特省,又偉達碼房,轉頭蘇惠賢碼房,11超霸無敵 上次是谷取一里,今次是肅程跑1200 諾班有一部分,先看儀威 走過,你看到他仍有很多汗濕,頭都仍是兩邊擺 仍是情緒好而緊張的馬,陣上證明都不算很多,選不到 今次你有桃花王,Alex 跟你學,你上次桃花王爆了,一伏貨走過 他比上次更順滑,始終體力贏了這群對手 都繼續找黃進跑,善傳千里 他走過仍是很爽朗,文家良保持這隻馬,保持得挺好的 但分數可能是差不多,要說些形勢 好像沒什麼冠軍相,這隻就有了,宜昌飛驅 找到莫女拉,坦白說是火上加油 本身肯定是熱的,走過仍是很旺盛 撿到一個檔位也算不差 但這隻好檔可不可以跟好位,容冠多 他也是另外一隻要跑形勢的馬 因為草地的能力未必夠泥地那麼好 要放頭貼欄,但今次今場措施也有幾隻放,這隻就是了 是呀,重新回到眼包,赤水神區 還找到陳嘉喜上去,減磅都似乎在前面走 但走過有少少老態出來,不夠活躍 仍然贏,這匹是開店的 近鏡那隻仍然贏,我還是覺得它仍有掌成的空間 翻步都是比較慢的馬,千里都要嚴短 駐馬房見到你撿起一隻特省,Alex 是呀,因為今次叫回頭草,重返所謂閻馬房 走過很濕省,之前有課28號田泰安跳很吸引 今場的白檔要看他擺什麼位,牛精大哥 看看田泰安可能是選這隻來跑,還是潘頓拿了他來跑 因為走過還是恩壽些,要些時間回復狀態 冷門我試一下,明軟釋揮 今次偉達都沒什麼怎樣,現在開始被助手跳 跳過和季初比,是沒那麼旺盛的 但這個分可能就是三、四重彩配腳 超霸無敵裡面那隻 狀態還是挺吸引的,但上到來四班 就真的好像有些行人止暴的感覺 但現在都很快落回五班 這隻有快馬來,不要走他,太陽戰馬 這隻都是至於近,我覺得 跑法比較單一些,放在前面走 拆了組賽事,不拆的移槍飛驅都很強 拆了組更加厲害 你看這匹馬上季至今,轉了秒後 跑了五次,一個第一,四個第二,都沒得 上次如果不是這麼慢步速,全程三疊 他那場都贏了,最後二個狗撲碎很強 拆失了,這次馬上季雷拉,保重隔 來的,秒的轉倉馬通常用到盡 未斷籃前繼續跟 阿嘉,你剛才都說了,上次移槍飛驅 就輸了一個慢步速 但今場錯事就未必一樣 可能有個快步速 為何這麼說,因為預計 剛才說了赤水神區,牛禎大哥可能會放 剛才沙拉也提了,太陽戰馬排了外檔 都被迫在前面走 與其三疊,我是騎士,不如走快一點 貼上來看看二疊,可不可以拍攝 赤水神區就一起放 但始終兩隻都是前面 一定要放在前面走 所以我相信都會變成一個中等 偏快一點的捕捉 拉散了馬群 我相信是宜昌飛驅好跑之外 我剛才沙拉提了,我選擇的特勝 今次重返蘇格爾馬房 我覺得都有一些好處可以撐 前面就是太陽戰馬那場特勝 轉了去偉達馬房 就在沙拉跨下跑第四 很坦白說,能力上特勝 他就未必說是很厲害 如果厲害,坦白說一早贏了 要不然在這裡搏到現在 就要重返蘇格爾馬房旗下去跑 但你看看今場錯事 前面贏的是神騎飛馬 中間方向眼罩傳奇 都是三班能夠贏到馬 他這隻第四都是有勢衝到上來 剛才一再說了,重返蘇格爾馬房 有一點叫做吃回頭草 我們俗語就說了 好馬不棄回頭草 但到回想 偉達都搞不定 偉達搞不定 我覺得這次搞得定 因為看回神操真的好火很多 二十八六田 太陽有一火跳三段 末段還可以快開聚著回來 很吸引 好馬批是回頭草 但到回想說 好草又不怕回頭吃 撿到那一檔 立即把潘頓上來 我覺得他也是拼球交代 那你又減位 跑那麼多場 減分都幫你減很多 還要一路轉情 你覺得特星會擺什麼位呢 Alex? 我覺得都是因為有個一檔 他可能會跟桃花旺 或者現在顯示的位置差不多 潘頓怎樣都霸著條難 因為他的力比較短 所以尺寸功夫比較好 看看你選的那隻明月星輝 似乎都是咬著一隻移槍飛機的大熱門 來跑過沙拉 我覺得他應該差不多埋到難 看看大家的補出形勢是怎樣 其實跟Alex的看法是有點相若的 摸下明月星輝 之前他試過改變策略放在前面走 對著涌冠多 其實以那次的賽事 改變的跑法擺在前面走 對著櫃內一二三名 每隻都有頭馬交到運財 如果運財頭場外檔 加重磅都能進來的話 這一場的明月星輝 你可以試試做冷門 還有孖寶 剛才影片指著的涌冠多 三隻回來一二三名 當然四名打後的賽職就差一點 但是我計算 這次的賽事跟Alex的看法一樣 預計可能兩至三隻快馬擺在前面走 這隻馬很明顯就是 季初贏了兩場之後 有少少分浪 所以開始有點走樣 那現在看看四代 是否可以早一點 埋到一個好位 因為既然這場賽事 有些外檔馬是要開邊 殺到埋來的話 它應該可以把握到前段 既然偉達曾經都憑過這隻馬 開齋的話 怎樣也有它自己的保養心得 我希望跑完幾場的賽事之後 可以評分回穩一點 因為最重要就是蘇迪熊 近期特別是奇奇賽事 都爆了一些冷碗進來的 如果你說大冷碗 我覺得捕捉形式是可以造就到的 可以嘗試明語聲廢的 那是博偉達朱半仗 是的 偉達就是人家突然的獎倉 這隻如果贏到他 應該都挺有英雄感的 但是朱半仗之前 我覺得還有一隻 都要問過他的 就是桃花王 上次都贏得很清楚 桃花王爆完 那就看看蔡明肇騎師 今次訪問 看看他怎樣看今次的機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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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know just talk us through that race and particularly that last hundred meters he looks like the horse was a nice turn of foot well I actually ran the home turn uh... i expected a horse in front of me to lay off the turn but he kept his line again so it just held me up slightly and held up my running a bit but uh... yeah so the last hundred and so he picked up well again he jumped okay the other day it wasn't he didn't muster enough paste early on so i had to let a couple cross me 希望他從此學習了很多 他會出現更鎮定 他會比較舒服 他會把他放在好位置 看看桃花王 其實上次都休息了一段時間 回來跑 結果就憑著質素 爆了一個冷門 桃花王爆 但是這次就撿到一個好檔 加上前面我預計 有些馬會拉散了 他仍然是很衝的 因為看看這隻馬 其實他跑得很少 里程仍是很新 是這一組裡面其中一隻 最有向上升潛力的馬 底牌未見的馬 加上有好檔 雖然爆了冷 但是這次有好形勢 我覺得這隻寶美都不怕追